他是亮剑中李云龙的原型 被称为中国版的巴顿将军 不仅三次战场抗命 试图指挥林帅作战 还是首个授贤后 照消要把勋章挂狗尾巴上 甚至还有传闻称 他北京军区参谋长的身份 正是主席为补偿他而设置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百度搜索中委 点个三连 咱们接着往下讲 1955年新中国举行了一场 十分盛大的授贤仪式 但在为中委将军授贤时 现场却出现了一丝不愉快 在听到自己只被授贤少将后 中委将军面露不快 还当众叫嚣 要把勋章挂在狗尾巴上 授贤仪式代表着 对将领们的认可与肯定 在授贤仪式上如此猖狂 中委自然引起了大家的反感 可当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时 毛主席却没有对中委的势力而发怒 恰恰相反 陈寅两久后 主席是一身边的工作人员 给中委发一封调喊 让他到北京军区 当参谋长 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 能在上任之初 便就任参谋长一职 中委的实际军衔 实则已经形同中将 对于一个猖狂任性的将领 如此忍让 毛主席的举动让众人都十分不满 但其实毛主席之所以这样做 是有着更深远的考虑 作为中国战场赫赫有名的巴顿将军 中委的战斗才能 其实远超众人 解放战争打响后 中委曾奉命围攻长春 在那里他遭遇了敌人异常凶猛的反击 长春战区一手难攻 敌人占据地堡等有力位置 常常给我军放黑枪 这使得我军在战斗之初受创严重 而在考察地事后 中委创造性的提出了地下突袭策略 即通过修筑暗道近距离攻击敌人 在中委的指挥下 我军开始联谊挖掘地道 最终在敌人发掘之前挖到了地堡附近 以伤员十亿人的代价全歼敌人 可想而知 如果不是中委的奇策 我军恐怕还会有更大的伤亡 所以就连彭老总也对中委赞赏有加 直言他是个战斗天才 可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沙场名将 在1955年却被指授降了少将军衔 而他本人更是对此不满到了极点 还大胆扬言 要不把这牌子挂到狗尾巴上 而毛主席听后只是简单的笑笑 尽管中委的行为有些过果 但毕竟战功赫赫 对革命有切实功劳 毛主席最终还是对他手下留情了 不仅派人对他做了一些思想工作 还安排他出任北京军区参谋长 一是为了安抚他的情绪 二也是出自对他的功劳的肯定 事实上除去他本人性格火爆 不服从组织指挥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 其实是毛主席考虑到了队伍的平衡问题 在解放战争中 中委身处人才辈出的四野部队 授贤时有两位元帅 14位大将就出自四野 这样高的授贤概率 在让四野跃升四大野战军授贤之手时 也考验着授贤标准的公平性 考虑到中将名额只有175个 而且要兼顾四野中50多个纵队 200多位革命将领 毛主席这才军衔低售 牺牲掉了中委 当然在新中国的授贤仪式中 像中委一样 因名额不足而落选的将领还有很多 所以在给中委单独安排好后续事务时 就连主席也忍不住笑着批评称 中委男儿有泪不轻弹 这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李云炉 性格确实让人又爱又恨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评论加个观众 下期再见